启光議員 在一個自信的基礎上加入了文化自信 同時間在去年的10月份也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 這裡就沒有時間去敘述了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具科學性、實踐性的理論的一個總結 我認為近年在我們國家文化的地位有了很大的變化 以往大家覺得文化可能是一些遙不可及比較遠的東西 到現在其實是變了一個強國核心和生活的一部分 也在國家增長我們產業發展是一個新的動能、新的動力 回到香港了 我想看回其實港英時代 當時的政府是將文化視為可以說是市民茶餘飯後的一個活動 是填補市民可能是一些空閒時間的娛樂活動 其實以前的管理放在市政局下面 也都是並以香港規劃標準和準則 是利用人口規模去作為康樂設施的一個規劃的依據 可以說因為比較娛樂性的導向 以往傾向更多是多用途的場館空間為主的 雖然是滿足了當時市民的需要 但是很難令到場地做到一個專業化的水平 回看回到現在 香港有定位不一樣 現在我們是中外文化藝術家的中心 所以我覺得在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裡面 我們一定要有改變的思維 更多是重視產業的導向、產業的發展 也都配合大灣區、配合國家的策略 我留意到北部都會區的行動綱領裡面 也都提到會建設多元藝民康樂的設施、康體的設施 我在這裡盼望政府在文化基礎和建設上面 可以看待成傳播文化 塑造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場所 思考北部都會區未來的優勢 它在大灣區裡面的一個定位 優勢互保是相當建立一個硬件的規劃 容許我講一點一個案例 其實剛剛香港有一套非常好的武劇 叫《詠春落幕》 詳細我不多說 其實它的內容都是一個很好的傳播中華文化 非常豐富的文化傳承的表演 我知道它來香港非常不容易 因為它看了很多場地 當然很多場地是滿了 是選擇不到 但是有的場地其實都是非常狹窄 它其實是不具備一個國際的水平的 它為了香港五場的表演 是重新要print個舞 它重新是要訂造個道具 大家可想而知 其實是完全不成成本效益 是不成對比的 我想知道未來我們中外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在一些硬件規劃裡面 如果想吸引更多國際的劇目的話 真的要重新去想一想 我們在硬件的建設裡面怎樣去做 去年我有機會跟楊局長一起去拜會了深圳市委的相關領導 我了解到其實內地很多省市 尤其是大灣區的城市 鄰近香港的城市 都是很希望可以跟香港建立關係 跟香港在文化方面有更深入的協作 其實這也是正正我們的優勢所在 所以我希望未來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包括文化發展裡面 我們不只是考慮自己自己自身的發展 而在未來的大灣區 甚至深圳、澳門等等 現在其實其他城市都很多大型的建設設 是紛紛落成的了 我們要想想我們在整個區域裡面 我們佔什麼優勢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怎樣去跟旁邊的城市 一起去互利互補 一起把餅做大 一加一大於二 其實這是我們未來所想的 我總括而言 我很盼望政府可以盡快推出這個文化 創文化產業的發展藍圖 做好整體的規劃 配合我們十年文化藝術發展的藍圖 和北部都會區 包括演藝學院在北部都會區分校的落成 未來其實北部都會區 在土地資源上面要好好地利用 我希望局方可以深思考慮 在文化和體育的建設上面 怎樣可以做好我們區域的優勢 我僅此臣致支持 以外及各收成案 易志明議員